國民黨立委馬文君 因為涉嫌國造潛艦機密 上個月十七號以被告身分 赴高檢署出庭接受訪問 如今又在被週刊爆料 位在埔里的莊園豪宅 不僅蓋在國有農地 還是違建農舍 邪屋頂設計 加上歐洲風格 獨棟兩層樓房 從空拍畫面俯瞰 想從大門進入 還得先經過蜿蜒小徑 和四周農地形成 強烈對比 馬文君正義事件頻傳 週刊爆料 一九九零年馬家莊園 還只是農地 三年後 卻變成草坪豪宅 整塊地約七百坪大 異國產署深租國有地計算公式 馬家莊園每個月租金 僅約六千四百元 但建物卻沒有建築執照 馬家疑似為了補齊國有農地 租用資格還以一百六十萬 買下鄰近的兩百九十七坪農地 國產署坦言 確實有成租國有農地 給馬文君 從二零零二年開始 八年續約一次 目前租約到二零二七年 針對馬家中原違建使用部分 將詢問南投縣府 若有違反相關規定 且未限期改善 將終止租約 對此縣府也回應 建物在國有土地上 無管狹狹 為求謹慎起建 將會調閱相關資料 見識確認 馬文君則回應週刊 是合法成租國有農地 表示建物在一九九三年就存在 符合國產署八二七二一條款 屬於繼承建物 會在彙整相關資料 對外說明 三宣的市長 徐昌雲 南投廠報導 一見 你 對